台北国际庆祝会 今天在本年度最后一次例会中 选出了下一届的新年会长罗友伦夫人 两位副会长德本夫人和韩德顺夫人 以及社组的负责人 新年会中并且决定兼10万元 给台大儿童新上帝基金会 8万元兼做特种儿童福利基金 社组也决出了今年12月2号 以及扩大义卖会的主席 由凯丽夫人担任 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例会 会员们都穿着各国的服装出移会议 会后并且举行一项人游茶会